消防局万安分队昨天下午4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 在万安乡东安村檀门港内有一艘渔船起火燃烧 请求派遣人车前往抢救 万安分队获报之后立即出动了四车九人前往现场 由分队长蔡邀任负责指挥抢救 勤务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回报 起火渔船CT3万安级火势正迅速扩大 勤务人员立即部署水线以泡沫灌救 为了增加现场救灾人力 指挥中心另外调派了将军分队两人 搭乘了八兆之心快艇前往潭门港支援 经过各单位协力抢救火势在晚间七点以大致控制 船身因为禁水已呈现了倾斜半程状态 消防局人车在现场戒备防止发生复燃情形 有关此件起火原因以及损失金额 也将由消防局或在调查科派员进行调查 记者陈荣誉报道